全力恭喜亚洲十六到二十五岁型男帅哥 只要你能得善感秀爱表演 即将冒想成真 十月二十九号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 海北中国科技大学 报名专线 零二二七八一三八八 转分机五二四 计划患者不能运动 对或错请抢答 心灵错 确定 确定啊 是在预备疫苗了吗 注意一点 冒击你 答 错了 好 第二题 请问搬家能改善气喘 对或错请抢答 搬家吗 搬家 确定 对 可以改善这环境 阿鲁你搬家电影院里头的 你搬家电影院里头的 你搬家 谁搬家电影院里头的 谁搬家电影院里头的 好 确定哦 对 恭喜你 答 对了 我一直被喷了 搬家出好地上啊 真的啊 请问 知气管扩张剂会上瘾 对或错请抢答 温如 不会吧 确定 对 恭喜你 答 对了 好香 没有气喘的人竟然 都答对耶 很厉害 都没有按到任何议题耶 哇 你好似 你好弱哦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 我这些观念比较正确一点 反正就是 很健康 对 对不对 来我们继续哦 好 那我们 这个阶段呢是跟 吃的有关的气喘迷思 好 议题呢 气喘最好不要吃冰 对或错 请抢答 心灵 对 确定 确定 恭喜你 答 对 收拾要加油 我一直都没有藏到 可是我这么坏了 好 好 第二题 请问 喝羊奶可以致气喘 对或错请抢答 收拾 对 结果是答错 对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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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答错 喝羊奶可以啊 小时候不是都这样吗 同学在订羊奶的时候 而且我去传说 有人叫我喝羊奶 真的啊 我以前也有听说过 我也喝过羊奶 我不敢喝牛奶类的东西 对 那喝羊奶好了吗 我就不敢喝牛奶 怎么敢喝羊奶 对 女奶跟女奶不一样 而且两个一起问说 那好了吗 第二个人说 那好了吗 就不敢喝啊 不是 可是还有羊母片 但是你回答我们说不敢喝牛奶 没说不敢喝羊奶 我也不敢 就奶类我都不敢 第三题 粉光鲜可以致气喘 对或错 请抢答 金玲 粉光鲜 对啊 决定 你有吃吗 我 不敢吃 没有我冒冒到这有吃 有吃 在一切都是假象 他并没有真的花钱买给我 所以答案是对 我记得是 是可以的 恭喜你答 错了 哼公星 你没有听过哼公星吗 要不过一的答案是不对的 很乱 好 等等 等一下再聊 最后一题了 好 邵宗你还是要加油 因为你按到键还答错了 好 最后提示 请问吃风胶可以改善气喘 都错 请抢答 韋如 对吧 确定 因为风胶还蛮营养的啊 感觉很厉害 对啊 我那时候吃风胶 完了完了 不对 他就发病了 我是发病之后才吃风胶的 对还是错 对还是错 现在对 他最近没发病 心里没发病 错 对啊 怎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可以吧 我们好像 第一题是答对嘛 对 第二题对嘛 对 这边有没有对 对 其他都错了 对 羊奶 我真的觉得很 因为其实 在卖羊奶的人 第一个就打说 他 可以自气喘 对 可以缓和气喘的症状 对 还有什么过敏缘 什么什么 现在所讲的这些东西 什么可以缓和 什么气喘 这都不可能 他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运动 但是运动 但是运动不能太低劣 因为你太激烈的话 会诱导气 那哪种运动会比较好 那你就要有缓入入 就是慢慢的来 就是要先缓慢的运动 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 这个气喘啊 隐藏的并发症 我来看哪个比较严重 我们从前面开始 这个最严重 来 肺炎 肺炎也很严重 肺炎 听起来就已经很恐怖了 对啊 哦 再来第二个 脱水 脱水 谁会脱水 对啊 为什么会脱水啊 韩老师 我看了我也傻 来 这个所谓的气喘 其实如果再把它讲深入一点 就是慢性气管发炎 也就是说呢 它这个气管随时随地都在 红肿热痛的情况下 在肿脏 由于它肿脏 所以它才会变小 管道才会变小 其实它的那个气管 不是像我这样说起来的 它是这个边肿起来 就是膜肿起来 它肿起来 它肿起来 就像被蚊子钉一样这样肿 对对对 它肿起来所以它的内径变小了 那所以这就叫发炎 也就是气管内壁 产生的一个发炎线 它一直都在发炎的线 那一发炎以后呢 它就会有那些 汤汤水水流出来 汤汤水水 就是会流到那个气管里面去 这是哪里的汤汤水水 就是 因为它里面有血管 血管如果发炎的时候 就扩张 扩张后水都会渗出来 所有的血水都 就是但是 血球不会出来 但是那些水都会渗出来 就好像有一点 你肿的时候会有点 流通 那些水都会渗出来 大量的水会渗出来 所以渗出来以后才会造成 才会造成你的鼻涕越来越多 然后眼泪越来越多 因为都是渗出来 全部都渗出来 包括你的 包括你的痰也会很多 痰也会很多 痰也会很多 然后又一直都咳不干净 就是一直都有东西在里面 然后这时候因为那个痰很多 在气管里面它流不出去 所以那些流出来的水就变成营养液 所以那个细菌就很容易长 那这就变成产生肺炎 就细菌因为有营养 所以那些东西就长得特别好 所以就很容易感染肺炎 因为那个液体如果咳不出来流进去 流到肺里面就肺炎 是倒流的那种 对啊 不是 你本来就咳不上 因为在很里面当然就不太出来 所以很难咳上来 你从这边要 这个水要从这边咳上来不容易 所以就会发炎 那发炎以后呢 那由于这个水都一直漏出来 组织都渗出来 所以你当然会觉得口渴啊 对对对对 所以它不是相关的 对对对对 好来 我们看第三个 心脏病 心脏病 为什么跟 心脏病 就是空气不够嘛 嗯 它讲的也有一点道理 就是当你的空气吸不进来的时候 全身就没有氧气了 没有氧气就 全身都会打电话给心脏说 诶大哥你怎么学医 诶大哥你怎么学医 诶大哥 打几号你跟我讲 对 然后打电话跟他讲说 怎么你的氧气学医都不送过来 哦 它就要更用力 对 它要更用力 对 它要更用力收缩 对对 然后会很累 会累死掉 诶好沉重 真的 越想后面越沉重 糖尿病 糖尿病都来了 怎么会这样 糖尿病很危险啊 不是啊 而且我家族有遗传糖尿病的病食 这样会有一下吗 真的啊 会啊 它可以并发糖尿病 真的啊 蟹喘可能会并发其他严重问题 有病食的人可要注意咯 而且是这样有过敏病食 对 哭哭哭 不知道为什么你讲到肺 就觉得肺开始喘 然后讲脱嘴就觉得有点没水 讲心脏就觉得心脏 真的 糖尿那个胰臟怪怪的 然后他一讲到气管里面走 你觉得 你觉得最容易走 对 请接着 咱们需要请大家品尝 帮助改善气喘的好理 哇 下午茶 好棒喔 是生的鮪鱼对不对 生的 好生喔 有助于改善气喘的好食物 有鮪鱼 鲑鱼跟鸡胸肉都是很好 那 再来 维生素A有什么 看到这个吃东西没空讲话 我帮你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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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更多精彩内容 就在稍后实在有健康